昨天网友粉丝在资本节目我小胡弟弟 2023新款图胜L这款车质量怎么样 和新月L相比哪个好一些 那我想问一下四斤钱 进度前的粉丝朋友和老铁 同价位你会选择哪一个这两口车 或者没有买过开过这两口车的车主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着你保护的建议 帮助帮助他 那么这两口车的价位上几乎是相符的 新月L呢 略便宜的一万到两万块钱 一万两口钱 那么现代图胜L这款车现在能不能购买 可以告诉大家 可以放心购买 但是里头有坑 千万不要买错了 他现在发展到第五代了 那么还是基于现代的IGMP 购架平台打造 和现代库师图是同平台的 整台车的AB路 顶梁 边梁 关键部位都使用了1500Mbps的热水性钢 那么新月L呢 是基于这个CMA 平台购架打造的一款车的 有沃尔沃的技术支持 所以这个平台也是非常优秀的 首先车站安全上是非常好 整台车的高强度高 就使用了70%的比例 第二阵性钢也使用了20%以上的比例 所以说非常好 那么两天这个四驱哪个好呢 是新月L更好 它匹配的是伯格黄大的第六代 四驱系统 它现在比较第五代呢 车站速度更快了 通过性更好了 而且车站更高的扭矩了 现实中证明了 新月L的四驱动力确实是非常优秀 动力上呢 新月L它搭载的是这个 2.0T的一个发动机 但是它匹配两个变速箱版本 低功率的匹配的是直立自己家生产的七挡的四驱双离合 高功率的是匹配爱新8AT 买进买爱新8AT那款 变速箱要比的七挡四驱的好太多了 质量上那有度上更好一些 买进买这一款 那么新月L大胆是自己家生产的1.5T功能加发动机 马力虽然小小 但是说达到200的马力虽然可以 匹配的是一个坦迪斯的8AT变速箱 有人说坦迪斯是哪一款变速箱啊 坦迪斯就是戴摩斯和派博泰合并研发的一个8AT变速箱 就是叫坦迪斯 这款变速箱专门工压给什么 奇亚呀 现代 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绝对是没有问题 能用入 那么还有一款 它匹配的是一个七挡的干尸双离合 也是这款发动机 那款就不能买 七挡干尸双离合 摩扎片 用的楼面如高温 一高温就冻成欲响 坚决不能买 买就买这个8AT这一款 但是呢 他8AT这款就没给你四驱版本 你想买四驱 出现在这个七挡干尸双离合上面 所以说这是客人的地方 那咱不可能为了要个四驱 抛去了汽车车的稳定性 所以买就买8AT 我认可不要这个四驱 对吧 两款车的悬挂呢 都是前面有性 后面是双双双双的钢板悬挂 但是呢 新远奥用出来的羊角呢 是铝合金材质的 后面的连接法 那也是铝合金材质的 富城价与夏野斌连接的地方 用的是更加高级的液压车套 所以说底盘形化这块呢 要比这个图顺R更好一些 图顺R就是普通的钢板形化 没有任何的铝合金材质 两台车实际开起来 动力更加优秀的是 新远奥好一些 但是图顺R也是也够用 绝对够用的 两台车的革新进 新远奥更加出色一些 这个换挡的平顺性呢 两台车是都不错的 这两款车呢 如果买新远奥就买这个 8AT 爱心8AT的一款 这个是性价比非常高 很不错的车子 如果买图顺R也行 就买的也是买 坦迪士8AT这款 多能用逐 都不错 两款车子 我的建议呢 选择新远奥 它的新远奥更新 要比图顺R更好一些 就是这样 那你有开过或者买过 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小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